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地平線期待黎明 有點傻眼 不過雖然這樣說地平線還是地平線做得非常的 風景做得很漂亮 而且主線劇情算很棒的 就炸死了 這是搞笑是吧 對啊搞笑 直接炸死自己啊 有過智障了 但居然還有這種東西 諾拉族的傳言 見多是廣的亞蘭姆柱 各位讀者 許多人要求我寫寫那最令人身為的蠻族 東方蠻族的諾拉族 謠言將諾拉族說得如此凶猛 說不定有人不明就裡 還誤以為在瘋狂太陽王時期是諾拉族對我們展開襲擊 而不是我們襲擊他們呢 總之親愛的讀者們 雖然我行事相當勇敢 但勇敢與敢死終究是兩回事 而沒有任何 而任何進入諾拉族聖地的人 絕對是必死無疑 不過我還是有越過日向塔 而向日塔 踏入東方蠻尼那 雪片紛飛的荒野 抵達諾拉族領地的最邊緣 現在那裡有一處因漏就檢的小小鄉的營地 稱為獵人籍地 我與境外人和粗魯之人一同坐在陰火邊 聽到許多女戰士之谷的故事與青山經驗 他們告訴我 如果再往南走一天的時間 就會抵達萬母王冠 這個名字聽起來是做大城市 但他們說那邊 只有一座樹幹搭建的藥塞和幾棟小木木而已 儘管如此 他們告訴我 萬母王冠位於一塊除出的岩石上 至高零下 周圍有極流與瀑布促涌 以這座藥塞為中心 有一整列遼望塔散佈在山岳之間 稍有風吹草動 並有一站點火的箭矢從一座塔飛到下一座 諾拉族這麼在意他們寶貴的山林 沒想到居然如此不謹慎 用火箭嗎 那破關下一款是什麼 破關之後下一款可能 可能不會有劇情遊戲的直播了 對 因為此刻我想要用影片的方式 希望大家會在下面留言 我會看 我會跟你們互動 嗯 這麼這種開放性世界遊戲 我用直播的好像會拖太長 已經試了好幾遍了 大概就是這種 Fu 所以 估計想要影片的方式 用心做足線 用腳做支線 哈哈 如果闖入者的膽子夠大 或腦筋太笨 看到這番景象後還繼續接近的話 上方便會落下一陣劍雨 正巧銷過他們的頭頂 境外人總會笑著說 如果闖入者是快爾加人的話 這件事就不會射得這麼高了 就連日向塔高牆的士兵 都流傳各種故事 描述人們遭到諾拉族戰事 偷襲生吞活潑吃掉 我當下糾正他們 告訴他們有食人習俗的 是提納科族 而不是諾拉族 事實上大家只見過諾拉人 吃樹皮 地上長的粗軟植物 喝奇怪的藥草茶而已 我懷疑他們平時不准吃肉 只有在月光下進行 奇怪的女性儀式才會吃 把諾拉講得好神秘喔 第二隻子啊 plus免費中也是開放世界 恩 會有 會有那個戰神3 之前跟大家說好的 對 說不定會接這個之後吧 或是看禮拜六 這款DLC會 地平線還是會把它撥完 沒錯 在黑夜隆罩的諾拉族大地 萬物的自然規律被逆轉了 諾拉族的女人主宰了男人 卡爾加金屬的威力也不敵木頭皮革與獸皮 充滿豐富文化的遺跡原封不動 大片的肥沃田地也沒有人耕種 如此奇特的景象 似乎只有諾拉人 因為某種歷史因素而極度排斥機器 能安然在其中生活 偉大的太陽 在這裡絲毫不受重視 事實上我懷疑諾拉族的女神 根本就是 月亮的化身 雖然坊間流傳的諾拉族故事中 最知名的人物往往是諾拉族女性 但也有人見到諾拉族的男人 同樣理著那種怪異的髮型 身上有著藍色標記 研讀叫古老的諾拉族研究之後 我的理解是諾拉族有一個試煉儀式 讓男人可以透過互相戰鬥 而獲得統治者的親... 親... 親... 親什麼? 忘記那字怎麼唸了 玩人龍或巫師 比較沒有地平線這麼乾 人龍我是不會去玩的 巫師的話 就再看看囉 不幸的是儘管我對這個儀式 與諾拉族習俗十分好奇 這份好奇心卻暫時無法獲得滿足 希望光芒陛下與這個神秘的滿足 建立起盟友關係 太陽王如果如此康慨 必然會燃起我心中的勇氣 更重要的是 彼時我進入諾拉族低盤時 就能由許多盔甲金狼的士兵附送 如果有這樣一天 我會很樂意 親身前往諾拉族領地 將一切寫給讀者知道 事實上我還計劃要僱傭一位女性超血緣 或許這樣我跟諾拉族的談話能順利一點 而且對於年輕的卡爾加族女性來說 這樣的職業總比幫鎮上的歐瑟蘭族金屬商人賣東西好吧 這個卡爾加是一個 父權社會 對 不過在太陽寶後這一天來到之前 我也只能與讀者分享過多年來收集的諾拉族插圖 讓大家對這群怪異野蠻 卻又充滿吸引力的女人 有驚鴻一瞥的認識 青賴好喔 謝謝 地平線 笑不出來 突然玩最新的魔物獵人 哈哈哈哈都在打獵 魔物獵人喔 幹嘛講的我好像 很喜歡打獵一樣 像是我的照片 我從未曾有一個Nora在我的家裡 什麼叫一個人名叫Gavon 嗯 沒有 不能說 我聽到那個名字 但是 我們是一個商場 我們有很多人通過 各種類的 我確實 像那些人 不想被追蹤 我從未曾聽到你的Gavon 如果他有問題 不能說 我抱歉 現在我有事情要做 NoraGirl 他好像沒有辦法提供什麼東西 只要看青賴有沒有想玩魔物獵人 我感覺青賴玩這款 好像玩了快半年了 嗯對半年了 非常真實 魔物獵人我應該是不會去玩 說不定 我今年剩下GTS 跟 跟刺客家橋起源 說不定 會 開開 GTS的 生涯模式 然後 跟大家聊聊天吧 如果有人想要來聊聊天的話 可以玩綠綠的人王 遊想 人王 血緣 這個如果之後 特價我有錢可以買的話 可能也會來開GTS 為什麼我覺得找不到什麼資訊呢 沒有啊 奇怪 是我眼瞎了嗎 跟大家講話好像也沒有用啊 Farewell 我沒逃跑 我一直就像 我沒有遇到爸爸 我沒有遇到父母 好boro 有時間 我一直在玩 工作上都會很難 這時 呃 欸 好像有 看到你了 世界難版在玩吧 世界難版在玩吧 世界難版 不是一版熔你 是喔? 我是可以來聊天 好啊 今天我都在賽車比較多 賽車好玩啊 弓箭手長毛兵 欸不是 奇怪他到底要我找什麼 有了有了手銬 玩血緣一定各種三話跟尖叫聲 不會啦我玩黑魂也沒有啊 但是尖叫應該會有 慘死 我血緣破了前五張都不知道怎麼過的 這就是所謂的那個 已經精通了 已經沒有辦法說出一個東西 武術大師的境界 是不是日本的遊戲千鳥就不玩 也不完全欸空戰七我會玩 看喜好吧 日本遊戲的確比較難吸引到我 來吧 只是沒有精神 看吃屁說後面二三十分鐘都是一樣畫面 其實我倒是做GIF對不對 其實我倒是做GIF對不對 好懷念這個喔 這還好有遇到一些麻煩喔 這還好有遇到 鞋好厚 欸他怎麼發出去 很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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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放了順序才要放錯 還主有在玩Steam的遊戲嗎 PC現在比較少玩了 千鳥是唯一一個可以把 地平線當連續劇播出的實況者 可是可是 可是 可是後來就沒有什麼人啦 對不對 對 對 他也死囉 是 這樣講沒錯 但是這款還是很受歡迎啊 好喔 太多人就跑光了 是啊 我們可以回去 太陽炎啦 這個就花掉了 四分之一的時間 我是認為千鳥想精通這款 其實不是欸 我就是 對 玩遊戲就很多 我很愛到處跑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啦 把這個世界好好地逛一逛 一邊觀光一邊破關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之後 刺客想要用牌片的方式 因為我可以 介紹當地的一些東西 就不用被 被直播 這種 互調壓著 反正可以剪接 我只是很懶得解支線 因為我上次玩支線我要睡著 這麼慘 玩到睡著 最後一個人和我打 應該是...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個支線有一點小小的 奇怪 因為 亞羅伊不太像是會 會幫人家當殺手的人 有一點點微好感喔 所以後半支線任務 大多解少部分就跳過 解一半跳過 我不太能夠這樣 我解了就會想要解完 但有時候會沒有找到 像這兩個 要不是我今天有去每一個營火點火 一邊蒐集 今天要破台用的材料 不然我就不會發現這兩個支線 精華就是支線啊 而且講不要支線才能有 支線有時候其實就是 要看它做得好不好玩 如果太...太重鋪性的話 就會玩到有點... 地平線這一點倒是還好 好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切腳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